你臉色看起來好糟喔 不只臉色擦,衣服也被弄得好髒 雖然去寢室休息也可以 但我覺得你還是先去浴室洗臉會比較好喔 我肚子餓了 到底什麼時候才出得去啊 肚子餓了 死亡後,天國之門將為心靈全靜者開啟 並於審判之日與主一同復活 你怎麼做是這樣的事啊 呃,或者該說 百藥匙那種東西藏起他身體的傢伙才有毛病嗎 正式的,有夠惡趣欸 相當大的冰箱,打開來 好 竹廢的鍋子,菜刀 那 喔,打開 終於輪到你進來這間房間了 是蝴蝶啊,我有點害怕蝴蝶 小瓶子 這,這是,什麼東西啊 真噁心 你還真心了呀 比起你,我可正常多喔 吵鬧的聲音,美麗的聲音 到底對你來說,什麼樣的聲音才是美麗的 說的也是,鋼琴聲,鳥鳴聲,河川流水,還有風的 已經夠了,那吵鬧的聲音呢 嗯,施工現場的聲音,堵住的下雪道,粗壯男人都呼喊聲 嗯哼,那你覺得,有能把那些吵鬧的聲音,化為音樂的方法嗎 沒有,那種方法吧 沒有,那種方法吧 他到底想要說什麼 怎麼了,又過來偷窺了嗎 這個世界是處在一種夢境之中 或者該說,是某個男人的願望之中 在這場夢中,就算醒來了,也還像是在夢裡 一直不斷地重複又重複著,你懂嗎 你在說什麼,我搞不太懂 那樣就好了,那種男人的願望,我懂才好 怎麼了,又過來偷窺了嗎 你說的噁心,是值討厭嗎 但是,你卻不抗拒切割屍體 那是,沒有辦法的,一切都是為了取得鑰匙 你這噁心的男人 找死了,我根本不噁心,我很普通 我覺得瓶中的,瓶中的生物其實 算是一種內心的反射吧 上層 為什麼為什麼變成這樣,我還以為他是個溫柔的人 啊哼,這是跟之前一樣的日記 好喔,下層 裡面放了很多東西,都是女用的化妝品 看看眼影 顏色很奇葩的眼影,到底是怎樣的女性會用到 帶走 香水 造型和美麗的小瓶子,看看 Agggay 看起來是有著這個名稱的香水 Agggay 好奇怪的香水名喔 美麗的紅色口紅,好像被用過了一點 帶走 野芳萬一,要不要帶走呢 好喔 嗯,這是對面的櫃子 有些CD和新聞報紙 報紙好像是年代相當久遠的舊東西 CD的話,感覺排列者的專輯都是使用恐怖圖片當覆面的 真噁心 上層 一本日記 讀 在意的人 這也是跟之前一樣的日記 真是本額心的日記 奇怪,為什麼裡面夾著一把菜刀 得放回原本的地方才行 啊 日記裡面夾菜刀 這應該是一樣的吧 好 因為某些遊戲會把 其實重複調查兩三次之後會有不一樣的東西 呃 打不開,好像是壞掉了 光是我的力氣打不開 得要是個暴力分子才行 暴力分子 嗯 裝飾了大量的蝴蝶標本 仔細一看後發現 有部分的蝴蝶像是逃走一般的缺少 啊 這個呢 裡面好像放了什麼東西,不知道是什麼 看來跟他玩 暴力分子 暴力分子 你吧 因為你愛打架 蛤,怎樣 暴力分子 蛤 蛤 有打不開的抽屜嗎 這沒辦法,我來幫你打開吧 馬上求助 好勒,我這就來 那我現在就去開 大叔你在這邊稍等一下吧 大叔你在這邊稍等一下吧 打開了 比想像中的簡單就打開了 大叔你想太多了 好像有聽到很大的聲音耶 喔 那個啊 因為我大概離場 然後 裡面放著一個很奇怪的盒子 像是一個機關盒 我完全搞不懂有什麼意義 想看盒子的時候就來找我說話吧 你要看看機關盒嗎 好啊 你看,就是這個 上面貼著便利貼 寫著香水的名稱 哪裡會有香水啊 要香水的話 我是有找到 好啊 再讓我看仔細一點吧 上面有六個鈕 只要按照順序就會打開了嗎 要說順序 可是完全沒有提示 也不知道香水的名稱是什麼意思 是說你拿那個香水的名稱叫什麼啊 名稱是 真的假的啊 更讓人搞不懂了 到底有什麼關聯 而且這個DubD 也搞不懂是什麼意思 DubD 那個是指吉他的音調 是調音的用語 什麼調音 趙正規的調音法 也就是最常見的調音法來說 從第一弦開始 是EBGDAE的音名 也有用最低音來配合調音的特殊調音法 DubD就是其中一種 等等 明明就是樂器 為什麼音名是那樣 不是Dorame Faso嗎 Dorame Faso da 然後再按照香水的名稱輸入嗎? 你試著按按看嘛,要是搞不懂再來找我 好喔,香水的名稱是EGGAGE 好喔,EGGAGE 喔,打開了 喔,超強的! 趕快打開來看看,裡面有什麼,快點快點 這是,鑰匙? 是浴室的鑰匙嗎? 這不是剛剛好嗎?你就帶著吧 是說,你以前練過吉他嗎? 像那種機關,沒有練過樂器的根本解不開嘛 要是我的話就沒辦法啦 我...不,我沒練過,吉他之類的,根本連碰都沒碰過 蛤?是那樣嗎? 嗯,算了,你先去洗一下臉吧 好喔 對,我把菜刀放回去 放回去 欸,喬喬生,你在找什麼? 罐頭也可以,有沒有能吃的? 怎樣,吉他,你餓得肚子咕咕掉了嗎? 你好吵,帽子同學 我才不叫帽子同學 我叫喬達西 真是的 唉,看來就算肚子空空的也只能忍住了 對,如果只是簡單充劫的東西,我來做給你吃吧 應該還有點食材 真的嗎?喬喬生,你會做料理 是啊,畢竟我也一個人生活久了 什麼?你不但頭髮夠長,你指令也很夠嘛 呵呵 我們就不要管帽子同學了 哼,我會期待的 算是這麼說,食材也剩下冰箱裡有的東西吧 等一下,那是… 突然驚覺什麼? 好喔 大概 像是大腿附近的,不就是一般的肉嗎? 是啊,看吧 只要把皮削掉的話 看起來就完完全全的很好吃啊 煮的甜一點,拿去給傑西卡吃吧 要是餓死了也不好 你養的肉 做料理 好了,得先處理肉 先把皮剝掉,再剃掉骨頭 嗯… 超多菜刀點幾樣的肉 覺得處理完的時候就點PUSH 想要算處理完,把肉剝掉嗎? 這怎麼看都是膝蓋、大腿 呵呵呵 強…強套生到底是… 之前有怎麼樣的… 欸欸,好好好 這樣肉就處理好了吧 是… 放進鍋子裡 有個定時器 當定時顯示10的時候就剛剛好了 我覺得…強奈森… 我不知道該怎麼講耶 他是一個很奇怪的人 他…會覺得東西很噁心 可是… 在處理一些東西… 像處理屍體的時候 他會不會覺得屍體很噁心 感覺像是會把自己的行為正當 而且合理化 好了,煮得很好 完成了,拿去給傑西卡吃吧 神奇路… 你做好了嗎? 骨頭還很完整 真狂野呢? 噢噢,剛剛好 看起來好像很好吃呢 欸? 這個肉是… 欸,那個… 那個… 強奈仙 對不起喔 那個… 我… 剛才… 對了 我找到麵包吃了 所以… 所以… 那個… 所以… 所以… 那個料理… 我…我會… 我之後會吃 你可不可以… 先幫我把鍋子放在那邊呢? 真的很對不起 不,沒關係 那… 我就自己簡單的吃一下好了 什麼 把骨頭附近的… 把骨頭附近全部啃掉 沿著多汁的肉大口咬下… 有差嗎? 好 嗯… 這裡是… 是烤麵包機,免得有用到 椅子 是幼兒專用的椅子 很小很可愛 這邊是哪裡啊? 是個很舊的食品櫃 裡面收納了很多 沒怎麼用過的餐具 是個很舊的冷凍庫 很大 好像可以放棄很多食材的樣子 不可以定在這裡 很危險的不是嗎? 呃… 對不起媽媽 這邊是… 我的老家嗎? 但是… 總覺得很奇怪 好啊,坐好喔 吃飯飯的時間到喔 小強拉斯 這… 嬰兒食品 來,乖乖坐好 嘴巴張開 啊… 呃… 好吃嗎? 嗯… 好吃吧 嗯… 奇怪 聲音 沒辦法好好的說出話 總之先笑吧 哎呀… 很好吃吧 那接下來是這個 看起來很好吃吧 來 嗯… 是什麼東西啊 好像顏色有點習慣 嗯…好吃 嗯… 雖然不好吃 還是姑且先反應吧 哎呀… 口水都垂下來了 真是的 壞壞 咦… 口水有垂下來嗎? 我不覺得有啊 那接下來是這個喔 飲藥滿分 看起來很好吃吧 那是蟲嗎? 夭壽喔 這個…是什麼? 這能吃嗎? 這東西不能吃啊 來…啊… 不行不行不行 啊… 啊… 打翻了… 你打翻了? 你把它翻倒了是吧 唉… 地毯都被你弄那麼髒 你以為要打掃的人是誰啊? 你… 因為你是個小嬰兒 是一副了不起的樣子 哼… 讓人噁心 嘴巴旁邊擾了這樣的東西 你想怎樣啊? 你以為是誰忍耐著幫你把它擦掉的 你自己擦 自己擦 蛤…真噁心 這是噁心的孩子 不是的 我不是故意的 我沒有那個意思 是我沒有辦法照自己想的活動 話也說不出來 媽媽… 媽媽… 恰拉三 誒! 我說恰拉三 嗯嗯 嘴巴附近裡的東西好噁心喔 那…你可以幫我擦掉嗎? 誒! 大叔肉你自己擦啊! 奇怪,我能動啊 你該不會吃了這些怪東西 腦袋就變得不正常了吧 誒,花作禍啊 我找很奇怪的東西欸 先給你吧 高知園藝簡 那個殺人魔混帳 該不會有從事園藝的嗜好吧 明明這個公寓裡才不可能有什麼花園的 謝謝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點個喜歡 想要看更多的恐怖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點個訂閱 還記得把旁邊的鈴鐺點起來 以便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喔 謝謝光臨,下期再見 明明 明明